握手 梁石秋 一无此种歧俗 大概还是 剃了小便以后的事 我们不能说 马云和公孙树握过手 便认为是过去 有此礼节的名证 西装革履 我们都可以忍受 简便异形 而且会而不费的握手 我们当然无需反对 不过有几种人 若和他握手 会感觉痛苦 第一是做大官 或自以为做大官者 那只手不好握 他常常挺着胸膛 伸出一只巨灵之掌 两眼望青天 等你衬上去握的时候 他的手仍是直将的伸着 他并不握 他等着你来握 你事前不知道 他是如此爱惜气力 所以不免要热心地迎上去握 结果是呼掌难鸣 冷蹭蹭地逃一场没趣 而且你还要及早把手 赶快撒手 因为这时候他的身体 已转向另一个人去 他预备把那巨灵之掌 给另一个人去握 不是握 是摸 对付这样的人 只有一个办法 便是 你也伸出一只巨灵之掌 你也别握 和他做 打花巴掌撞 看谁 先握谁 另一种人 过忧不及 他握着你的四根手指 恶狠狠地一起 使你痛彻肺腹 如果没有寒暄笑语 邪以拒来 你会误以为 他是要和你较励 此种人通常有耐久力 你入了他的掌握 休想逃脱出来 如果你和他很有交情 久别重逢 情不自禁 你的关节虽然痛些 我相信你会原谅他的 不过 通常握手用力最大者 往往交情最浅 他是要在向你使压力的时候 使你发生一种错觉 以为此人 欲我特善 其实他是握了谁的手 都是一样卖力的 如果此人 曾在某机关 做过干事之类 必能一面握手 一面在你的肩头 重重地拍一下子 哈喽哈喽 怎样好 单就握手时的触觉而论 大概愉快时 也就不多 春笋般的鲜鲜玉脂 世上本来少有 更难得一握 我们常握的倒是些冬笋或笋肝之类 虽然上面更常有扣单的点缀 肝倒还不如熊掌 迪根斯的大卫高帕菲尔里的乌里亚 他的手也是令人不能忘的 永远是湿晶晶的 冷冰冰的 握上去像是五条扇鱼 手脏一点无妨 因为握前无暇检验 唯独带液体的手不好握 因为事后不便急开 事前更不便先给他开 有一桩饰 男人站着坐 女人坐着坐 狗翘起一条角坐 这桩饰是 是握手 和狗行握手礼 我尚无经验 不知狗爪是肥是瘦 亦不知狗爪是松是井 孤之不论 男女握手之法不同 女人握手无需起身 亦无需脱手套 熟师平等之指 尚未闻 妇女运动者倡议纠正 在外国 女人伸出手来 男人照例只握手肩 约一英寸之二英寸 稍握即罢 这一点 在我们中国 好像禁忌少些 时间空间的限制 都不慎言 朋友相见 握手言欢 本是很自然的事 有甚于握手者 亦未曾不可 只要双方同意 与人无赦 唯独大厅广众之下 宾客还坐 握手 势必普遍举行 面目可憎者 语言无畏者 想抱以老权 尚不足以 泄愤者 都要一一清智 皮肉相接 在这种情形之下握手 我觉得 是一种刑罚 哈姆雷特中 波罗尼阿斯 借其子约 不要为了应酬 每一个新交 而磨出了你的手掌 我们是要爱惜 我们的手掌 选字 亚瑟小吉 碧辉图书公司版 我们的手掌 我们的手掌 我们的手掌